这位送信五专生2019年酒驾超警方拦检 酒测值0.39毫克 结果被法院以公共危险罪 判刑二月病科一万罚金 图刑可一科罚金六万元 送男不服提起上述 自称没因酒驾伤人也无相关前科 且他爸爸2016年因食道癌过世 隔年母亲也因癌症走了 那段时间他照顾爸妈又自力更生 结果罹患中毒忧郁症现在也是低收入户 只能依靠学校打工收入 交房租过生活 希望法官给予缓刑 公诉检察官听了也请求法院给予男子 不付任何条件的缓刑 二审新北地院省卓 男子境遇不佳 诺要他捐钱给公库显然不能负担 也不利不归社会 因此给予缓刑两年 东新闻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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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